去收看大话新闻 这是黄创夏先生的文章 那么我来念给大家听 黄创夏1月10号 她说大联合政府 蔡英文真狠 大选投票前一周 蔡英文突然抛出大联合政府 虽然国民党大家嘲讽 学者专家基平是不合学理 却都服事了在战略的攻防上 蔡英文出了一招很招 什么叫大联合政府 在战略上就是招降纳判 在选举总动员上 进行一场反马势力的大整合 先拉下了马英九再说 打破现有利益结构 大家重新洗牌 楚汉乡政的时候 刘邦跟项羽对峙 彭越跟英部在项羽大后方骚扰 当项羽两面作战分身乏术之际 韩信得以豪整以霞 北绕韩兆魏与燕齐 对项羽形成石面埋伏之 兼媚的态势 如今蔡英文跟马英九相持不下 有了宋楚瑜在深南骚扰 正如同彭越在项羽老巢 围乱一般 而三只小猪正如同韩迅的大军 另辟战线 攻城略地 如果马英九连任了 他的富人之人 特质也将依旧 金马序略将会更加巩固 谁该接什么位置 哪些人该被送入太庙 哪些人又会被尊而不用 路人皆知 亲信自己人 更是马英九向王特质的致命商 只要马英九连任 在金马序略定义下的 世代交替即将启动 一只又一只的金鹦鹉们 都将飞上之头 但见新人笑 哪见旧人哭 蔡英文抛出大联合政府 正是针对泛南内部 最深层矛盾的狠糟 各路不属于金马序略的泛南诸侯们 能不想一想 未来下场合规吗 因此在最后 总动员时期 出阵不出兵 按兵不动 他说国民党内最有经验 操盘所观众曾经分析 国民党各系统辅选特质 有四种层次 第一种叫粉身碎骨 第二种叫两立插刀 第三种叫善尽义务 第四种叫虚应故事 如果马英九败了 国民党势必要重组 加上二月一号就是立法院龙头争霸站登场 重新洗牌的全力欲望之下 大联合政府不见得是学理上的讨论 却可以是裂解大泛南 让善尽义务变成虚应故事的号召 蔡英文真狠 这一招应该是打中了金马指挥部的要害 如果只是空心菜 一笑自知就可以 但是 看看泛南大佬各个急吼吼地跳出来批驳 就知道金马指挥部被将军了 他们害怕泛南大裂解 欲望克服效忠将会被启动 选举不是学术讨论会 最后一个在大联合政府的战略号召下 将有多少泛南诸侯会出政不出兵 恐怕才是大选结局的最后决胜关键 那余恩要补充 对 其实这个社会氛围真的很刚刚好 当然大家都说 马英九这执政几年来 怎么从来没跟在野党他 我觉得在座的多位名嘴 实在太低估国民党了 国民党这几年来 也从来没有跟宋楚瑜谈过 在四年前整合了新党新民党 还有党内各个系统的时候 当时马英九一出来的时候 下面的人全部都乖乖地 归进国民党里面 四年来有谁去跟新党谈过几次吗 谈了多少吗 谈得够吗 有跟亲民党谈过多少呢 对不对 哪一个位置不是他们自己人 选到了很辛苦的 所以在这一场立委选举的 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这不是最后一周才丢出来 在这个流程里面 我听到了很多国民党 很多新党现在在国民党 以及亲民党被迫进到国民党 还有到现在还在亲民党 还在外面的这些辛苦的政治人物们 因为大家其实都是很辛苦的重政者 不管我跟他们的立场不同 可是在政治分配上面 马英九是连一条私人的拥裤都舍不得 去舍不得买新的人 他怎么会舍得把这么多的位置 去这么多的国家的方向 去跟你们这些人谈呢 所以连这些蓝军的他的诸侯们 其实他都没有谈的时候 他怎么会愿意去跟民进党谈 所以蔡英文提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这一点 因为蔡英文有一个特质 他是这个特质是我们大家会接受说 对 他是会协调的人 因为他的从政经历 还有因为他温和的女性特质 所以这个丢出来之后 因为我正好也推出了一些名家推荐 因为赵小康先生也在里面有推荐我 但他写的 其实我们已经写了 对 很含蓄啊 他是写说检医院在他的节目里面 都条理分明 思路清晰 这个其实已经讲得很保守了 可是这个推荐一出来的时候 眷村的伯伯就进到我的延寿国宅的服务处 他说对啊 事情专业就好了啊 谈这件事情的时候这批专业来协调嘛 对不对 谈海巡专业的时候 各党的海巡专家找来谈有何不可 谈这个两岸专业的时候 两岸专家大家来谈 跨党他们坐下来谈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台湾的契机 我看到那么多老伯伯走进服务处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社会是这个氛围对了 2000年到现在 2012年 台湾改变的 这个时刻已经到了 那这个时刻到了时候 正好的确是蔡英文丢出来 而他是一个可以包容女性特质 我认为他郑重的 的确像创夏兄所说的 他其实郑重的是 新党跟亲民党心里的那一个痛楚 因为这几年来 他们有的是付出 亲民党跟新党 其实不止国民党里面也有 对 国民党里面的本土派 各个系统 帝王派系也有 对 但大家不要想 其实有的当然是 我是要分钱分工程 可是多数不是 多数是要参与决策 我觉得参与决策 就是基本的公民尊重 这一点是蛮久 跟他的 勇库分配哲学一样 没有做好的 是 我是比较不会从 黄上下那种所谓的 选举考量 什么招降纳判 这种观点来看 所谓联合政府 或大联合政府 我觉得这不是他的重要性 重要性现在是 蔡英文 让人民有另外一个选择 我蔡英文到 有联合政府 马英九当选 没有 一党独当 对 继续就是这样 政府比较不好而已 不会更好 老八是自己去想 所以我觉得这个联合政府 其实要跟大家讲得非常清楚 我先讲联合政府 对蔡英文来说 不是没有代价 没有风险的 他可以赢了以后 虽然我们现在 他国会不过半 我们总统是 独享 他也可以独享 对不对 他可以独享 所以我所有的 我全部安排我民进党的人 但是联合政府 你要释放给别党 他也是有风险 要付出代价的 给你的联合政府 或大联合政府 基本上政党协商就说 这个人选 不是由我民进党来决定 我们如果协商好说 哪些席次 是哪些位置 是给哪些政党的话 那这个人选是由各政党来推荐的 这个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这是一个包容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包容才能做 你说到时候会不会有人反弹或什么 他也 我想说 蔡英文也要负担风险的 但是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 我是说这个 这才是台湾能走出另外一条路的可能性 所谓的联合政府或大联合政府 我们叫做共识型的 就是从他说的 台湾共识 共识型的民族 这是一个多元主义 多元主义就是说 尊重社会上各种不同的声音 大家认为 大部分人民能接受什么 不管哪一个政党是好的我都接纳进来 这就是所谓的联合政府或大联合政府 他愿意提供这个机会 而怎么样 而蔡英文有可能面临 他要付出的代价跟他的风险 他现在说 我认为这个意义才比 才比说什么用选举考量 对没有 如果只讲选举考量 他也说 如果民主党告别有来民要给他换 創意乎不是拍算 我觉得不是这样 我觉得这是真的为台湾看到我就找另外一条路 可以走更看路 这个阶段 是 这个 2005年 连前跟胡锦涛 在北京记民 签联合会 五点共识 共产党跟国民党就可以有共识 剩主席跟民党主党有台湾共识 马英雄跟台湾共识说到没有一个地方 甚至又说 他们预计台湾共识就是台独 就民进党如果说什么 台湾共识台湾共识 国民党就说这是台独 有法度跟共产党说 没法度跟台湾共识说 所以你看EKPA也好 或是说十五项的一个协议 对一次说有尊重在那里的议件 没有 签一签之后 任法院备查 连国民党的理议要选也没法度 所以我们觉得说 马总统这种独裁者的心态 这种一党独大的心态 他的心态 才是造成台湾社会对立最大的一个问题 经济不好 马英九也没减讨 他说什么 政府挺银行 银行挺企业 企业是劳工 那有挺劳工也没有 所以贫富差距扩大 是马英九的经济政策 失当所造成的 中国的政策不对 就像台湾社会越增加 贫富差距扩大 房价高涨 政府越来越用 财团倾斜 这造成现在台湾社会 不管是认同的对立 还是社会阶层的对立 所以这都是马英九做成的 总统的角色是什么 总统不应该做一个分裂者 做一个分裂者 他不应该是扮演这种角色 他应该做一个United 就是说团结台湾的一个总统 但是马英九 因为他团结了共产党 是啊 所以他跟中国聚在一起 跟中国没说话 跟台湾人没说话 这才是最大的问题 所以创出一些延续台湾共识 两岸政策 台湾共识为基础 对内新政府的组成就是大联合政府 民进党即使执政 习次过半 还是成为国会最大党 蔡英文主席很清楚 承诺也是用大联合政府 用协商是民主的方式 来化解台湾社会的一个对立 这总是要有人开始做 你台湾社会应该说 教授说我们的统突的调查 百岸五台湾只是通议 四十九人只是台湾独立 你马英九总统你感觉 百岸五台湾也不可能 这不可能嘛 因为台湾社会对你太久才有一些问题 更何况这种社会的阶级 好让人散路来越明显的总控制 这必须要说大家坐着好好来说嘛 我认为他执政过去三年多 就是完全不理会那四十几%不准备 所以国民党这就是威权政府 一党独大的独裁者的心态 我要怎么就怎么 是啊 我要怎么就怎么 体制外决策 外面的人 他的小圈圈做决策 要怎么就怎么 有听说国民党里面的一些立委的意见 不是说民党其他意见 都没有嘛 不是说不理会 只有不理会八分之四十几百 你只看立法委员的票票票不当多 加一一百民进都拿多少 几百万票 结果那两个立法委员 他要怎么代表民意的立法案 所以你说这个问题 你没法度改冠吗 但是我封重董毅何老师才说的 黄壮夏这是完全用选战策略 在分析这些东西 说打重力 这些这是民主制度 就是让人民一个选定 你这是一种选定 过去我们经常说 不是选哪 是选定的 我们就没中间的路线 有第三个方法总算 现在揣写跟你说 联合政府 大联合政府 跟过去说 你如果要立的 那些都不断了 这是一个制度 民主制度的精神进行 怕你台湾人民有多一种选定 我们就是要求我揣写 你才做得对 大联合政府共算 你才做给人民看 当然一步一步做 一声说要完成是不可能 你一步一步四年人来做给大家看 说我的政府是大联合的 你去看风水军 你看那个公国 你会觉得爱情 那种 二台劍部 改到乱七包的人 即使做公国 在说蔡英文没有准备好 这样我要请教一下 四年前 他就跟我们说他准备好 十几个管理事长 他就跟我们说他准备好 四年做到已经二十六年 民不聊时 我说整个台湾 负责一条三千个月 他准备好的人是这样 你要顧他四年 不再讲那个不要脸的人 不不 我們不要说什么 你又讲说 家庭一半 不要忘了 那地基已经崩下了 你又不忘了 所以说 建保肺缺费或保育 不敢去拖 你都说那些人很代表 那些人又讲出来 都在说蔡英文没有准备好 你也回头去想我四年前 那公国一大堆 在说他们准备好 就是这样二十六 是 大家在想 蔡英文这次的选择 是很拼的 拼到这样 拼死拼我 贏 贏以后 我感到为了台湾好 大家拿出来奔 这就是 好的政策 大家都可以来看这个国家 另外一边是什么 叫做家天下一党之师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打到要害 家天下吗 家天下吗 那叫家乃 我告诉你 这是老百姓看到两边的格局的问题 现在看下去 我认为这是 对所有老百姓 我认为这才是真正让老百姓去好好深层思考 这个我感到 确实这个是打中要害 但是不是在选择 这个选举不是 我认为是说 大家想看看 台湾如果要继续走下去 你需要什么样的领导者 是说 贏了 都会好 大家回家的分账 还是说 贏了以后 我愿意开诚布公 全天下 这有材料的人 可以让这国家好 我们都来 最近来看政府 我是觉得这个是才真正让老百姓会怕 会真的会去想 国民党会怕 在那里我要再補充一点 整个大联合政府 他讲调的一个是 非常重要的一个是 我们说的包容跟尊重这个精神 所谓包容跟尊重的精神就是说 所有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在协商上说 没有预设立场 这就跟我们 前面说 蔡英文的台湾共识也同样 要统要读 还是要一中个表 大家都来说没关系 是不是 大家来在这个对话的过程 会越来越清楚 什么对台湾最好 我觉得这是真的台湾最好 落实民主 对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用 这个才是真正让国民党会怕 是 是 我觉得 一边提大联合政府 另外一边在痛骂大联合政府 我觉得台湾民众在未来 那个选择的图像就更清楚 不是选一个男的 一个女的而已 也不是选一个民进党 一个国民党 一个蓝的一个绿的 你想想看 如果蔡英文执政以后的 台湾的政治会是什么样子 跟马英九联任以后 台湾的政治会是什么样子 你想想看马英九联任 有什么东西会改 可怕会改吗 不比以前更加 可怕 可怕 我们刚才国庆大会讲集邮法 集邮法会改吗 对不对 我们讲 我们可能讨论很多东西 他会改吗 不会改 他这些政务官继续做啊 刘易如继续做啊 变本加厉 对啊 那是怎样的政治 你想想看 就算他显胜 台湾未来四年是怎样的政治 蔡英文跟你讲说 我大联合政府 我会怎样做 很多人讲说 你做得成做不成 那你给他机会啊 至少 红衣 那个政治是跟马英九不一样的政治 我觉得蔡英文在选前一周 界定一个很清楚 这不是蓝绿对抗的问题 这也不是你选蔡英文跟马英九的问题 是你选未来的政治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蔡英文给了一个想象 马英九在怎么提 我觉得 司马是讲的对 红衣啊 如果马英九半年前就提大联合政府 如果马英九半年前提名吴敦毅当副总统的时候 宋楚瑜就来当协议长 红衣这个选举 不要选 还要选吗 这个选举不是早就决定了 还今天在那边不确定 什么有的没有的 今天为什么会这样 那就是你马英九个人的性格 还有赢者权拿这个制度 让大家觉得说 这条路在走得下去吗 蔡英文也可以跟陈维扁一样啊 我只要选赢 就算我没办法国会多数 或我国会多数 我全部全力拿着啊 他还是有办法连任啊 可是我觉得蔡英文讲得很清楚 他以后执政 以后政治不是这个样子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各位观众就想想看嘛 马英九执政以后 台湾是什么样子 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想得出来 是 那你要不要给台湾一个机会 好 不好意思 我还要補充等一下 待会呢 这个 我们要来给大家看很多 传到大华新闻来的传真 那里面有一点点归类 其实还蛮好玩的 那民进党也拍了一个广告 就是 不能够差一点点 好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讨论 先休息进广告 好